經常以耗費午餐肉來指控議員拉布的黃議員 應該是黃國興區議員 你究竟有多了解? 午餐肉就差不多有80年歷史 由美國人發明連美軍都是靠他,戰勝希特拉 你有沒有去過全球唯一的午餐肉博物館? 都是趁機熟讀午餐肉歷史 你又知不知為何叫午餐肉? 原來上世紀40年代美國高官喜歡在午宴裡死 傳入中國就直譯 都是不要再提起你了 講起午餐肉還有好人好事 現在學校的校長曾經用罐頭午餐肉資助貧均學生 被稱為午餐肉校長 吃午餐肉不外乎長勝牌和梅林牌 長勝牌要應這個才是港版 而梅林牌上海製就比捷克製好吃 其實我們還有其他選擇 這個日本罐頭用豬、雞和沖繩黑糖製成 脂肪小又結實 而西班牙罐頭就由伊比利亞瘦珠 混合香料和布蘭蒂 最重要優質 都是一句 選意願和選罐頭午餐肉一樣 要選得對,生活是美好 好了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